欢迎收看凤凰说 演技是观众们在收看戏剧时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 这一次影片搜集了网友们讨论到演技差时 经常提到的女演员 并参考由电影业者、影评人等专业人士 评选的中国电影金扫州奖 做了一个观众心中演技最差的十位女星排名 喜欢这些明星的粉丝也不要生气 一起来听听看这些明星演技不被认可的原因 第十名 林志玲 听到林志玲的名字大概有很多人想说 她不是模特吗 其实林志玲拍过高达16部的电影 《步伐吴雨森》、陈凯歌等大导演的作品 可以称作是一名跨界演员了 说到她的代表作 网友们一致认为是 萌萌站起来 她在电影赤壁扮演了美人小桥 有一场母马生小马的戏 林志玲用交爹的娃娃音鼓励小马站起来 产生了一种迷幻的效果 虽然不知道含义是什么 但从此成了志玲姐姐的代表作 她单高女一号和周杰伦主演的次玲 票房惨赔了一亿多台币 同时让她入选了中国电影金扫帚奖 最令人失望女演员 不过林志玲的形象良好 形势低调又常捐款做善事 面对批评一直都是虚心接受 大部分的网友对她的演技没有太多苛责 甚至说只要看她的脸我心都碎了 我哪在乎什么演技台词功底 网友们认为娇柔的声音较好的身材 身为模特的林志玲 在电影中已经将花瓶的角色扮演得非常称职了 在留德花主演 评价却意外崩坏的天机不纯山剧途中 还说林志玲出场是本片最值得看的桥段了 第九名景田 过去靠着明昂的强大背景 一毕业就是许多超大卡斯电影 战国长城等系的女一号景田 两次获得中国电影金扫州奖 最令人失望女演员的头衔 景田一度被网友认为就是烂片的代表 让我们听一段对景田演技的评论 首先第一 由我喜欢的一号女演员景田小姐 她在我心目中是中国演员的典范 她演戏神乎其神 她不是靠表情 她表情不动声色 她靠内心 她表面好像都是一样的表情 但那种内心戏 你感受得到就感受得到 你有境界 你感受不到 那你就太刺了 这段被网友誉为高级黑的评论 也代表了早期景田给人演技很差的形象 不过现在的景田却有了相当显著的进步 虽然从大制作电影 转战了通俗可谓的电视剧 但是她在大唐荣耀中有不少动人的哭戏 让她摆脱了没有表情的批评 今年的斯藤更让她口碑翻盘 美艳冷酷的大女主 穿上旗袍的美好身段 让景田收获了不少正面评价 在这个排行榜中 景田也是极少数 未来有望起死回生的一位 第八名 刘亦菲 许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刘亦菲 当年成功演出《王雨嫣》《小龙女》《赵灵儿》 多个经典人物 让她多年来在观众心中 拥有一席无法被取代的地位 为什么刘亦菲会被观众认为没有演技呢 当初她在演出《小龙女》时 金庸对她的演出是非常满意的 不过也点出了她潜在的问题 刘亦菲演出古装仙气美女《无人能敌》 但是诠释其他人物 就会碰到表情不够丰富的问题 刘亦菲也拿过一次 中国电影《金造轴奖》最令人失望女演员的头衔 不过相较于一些不求进步的演员 刘亦菲是很努力想突破的 从大尺度的情侣戏演到了变身夸张的妖精 因此观众们提到刘亦菲也没太忍心苛责她 第七名 杨幂 当红的杨幂从出道至今 收视率极佳的作品不少 却也被部分观众认为是演技不足的女星 杨幂刚出道时 曾以《神雕小语》中的郭湘惊艳众人 早期在《仙剑奇侠转三》攻锁心域 古灵精怪的形象非常受到欢迎 更曾在《美人心迹》中 一改形象演出《沉默寡人》的《杀手雪渊》 有很高的评价 相较于许多女星 杨幂不能算是没有演技 被提上榜的原因是 身为当红演员 资源很好 后期的作品却也没有突破 尽管有大受欢迎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却总是在演偶像剧 杨幂也三度获得中国电影《金扫州奖》 最令人失望女演员的头衔 杨幂的恩师导演李绍红曾评价过她 表演方式太过程式化 哭就是哭 笑就是笑 没有太经过思考 杨幂本身其实也有在试图转型 她拍了拯救儿子的动作片《逆时营旧》 以及一改美艳形象 朴素又邋遢的拍了一部 拯救缺陷婴儿的宝贝儿 但是都没有受到市场肯定 还在努力中 第六名唐嫣 唐嫣当年在《仙剑奇侠传3》的子萱 二十多岁就演活了这位 成熟美艳的御界新人物 是非常经典的演出 宣言见天之痕中 唐嫣转而饰演带有 反派色彩的独孤宁科 再下加三千斤 又是天真单纯的夏天美 早期的戏录很多元 2015年唐嫣有非常多戏播出 何以生肖默千斤女贼 活色生肖克拉恋人都是大火 让他在隔年拿下了精英女神的殊荣 但是演了太多傻白天 也让唐嫣被贴上了傻白天专业户的标签 太多类似的剧本 使得演技也受到了质疑 2020年的古装历史大剧《燕云台》 本来是一次转型的机会 唐嫣诠释的是萧太后的一生 但播出后被认为没有撑起一位大女主的气场 在豆瓣的评分是有点惨烈的 不过唐嫣的下一部戏 是和胡歌合作的繁花 让人期待唐嫣是否能够翻转口碑呢 第五名古丽娜扎 号称新疆维纳斯 29岁的古丽娜扎 她的美貌是无庸置疑的 她最早的出道制作 轩辕见之天之恒 宽如白月光一般的小雪 非常经典 但是之后 尽管步步都是女一号 先见云之凡 则天际 归还世界给你 10年3月30日 到今年的风起泥伤 十二谈风暴舞 豆瓣大多只有3到4分的超低成绩 观众对于古丽娜扎的评价是 长得非常美但表情单一 或许她也想要改变 这次风起泥伤上演了有表情的哭戏 却又让人觉得不太自然 或者是用错力道 反而像是故意瞪大眼 不过仍有网友给予鼓励 表示至少不在木头了 第四名吴景言 以言喜攻略爆红的吴景言 当时虽然演技比较夸张一些 但和大女主复仇的痛快剧情贴合 还是受到不少观众喜爱 但是之后的多部作品 这样的表现方式却不太合适 后懒传幸福还会来敲门 青春创世纪正青春 到我的砍价女王 接连的口碑铺碟 吴景言的表演被批评为太过夸张 一位戏剧表演老师就评价他 表演痕迹过重 瞪眼皱眉 撇嘴 三件套一样 第三名 郑爽 已经遭到凤杀的郑爽 早期的评价还不错 几部作品像是画壁 黄图腾 武则天秘史 太平公主秘史 扮演的青春女孩都相当有灵气 画壁更让他入围 香港金像奖最佳新演员 古剑奇谈的相邻时期 郑爽认了整形 不过此时的他评价还没有崩蝶 这次演出也让他拿下了滑顶奖 但是随着整形 气质似乎也有了些改变 寂寞空庭春雨晚 微微一笑很清晨 虽然收视很亮眼 但是对于他的演技 开始有了面无表情 不太自然一类的批评 后面的几部戏 评价是一路崩蝶 最近的两部作品 青春痘 流淌的美好时光 评价都很低 瞪眼 独嘴 挑眉 咬嘴唇 也成了郑爽演技 主要被批评的点 随着带孕气氧事件的爆发 风评更是整体崩坏 第二名 欧阳娜娜 许多观众看到欧阳娜娜 第一个反应就是 她不是拉大提琴的吗 应该不算是演员吧 其实21岁的欧阳娜娜 至今拍过八部电影 两部女一号的电视剧 以这个年龄来说 作品不少 她的第一部电影 北京爱情故事 14岁的年纪 和刘浩然上演了一段青涩的恋情 当时是很受到欢迎的 但是之后的作品没有太大水花 直到她弹钢女一号的《世上先生》 一句经典台词 陆小葵加油 无比尴尬的演技 让她瞬间上了热搜 欧阳娜娜参与的演员的诞生 其中一段 蚂蚁竞走十年的表演 更引起热议 说话太过声嘶力竭 咬字不清 妈已经走十年了 变成蚂蚁竞走十年 布鲁了台词功底不佳 不过欧阳娜娜当时也不过十多岁 又不是科班出身 对她也不能太苛求 只是2020年再次单纲女一号的 北林少年制之大主宰 就让观众发现演技没有进步 如果真心想跨界当演员 拿了好资源就应该更加努力 人气颇高的欧阳娜娜 明年人就搭档了高尾光 将演出如月 让人很担心 这几年口碑不错的高尾光 会不会在这部戏 和欧阳娜娜一起崩塌 第一名Angela Baby 频道在前几天 举办了一个小小的投票 没想到Baby得到过半数的支持 毫无悬念的获得第一名 Baby无疑是非常美的 人气也很高 因此吸引了许多片商找她来拍戏 尽管在建党伟业出动了 眼药水、催泪棒、哭都哭不出来的Baby 出道至今还是拍了超过30部电影 她的经典作品抠图不自赏 真正的片名叫做《孤方不自赏》 虽然靠着中汉良加持 Baby的美颜 火热浪漫的古装偶像剧情 收视并不差 但是用瞪眼来表达情绪的方式 还是很辣眼 许多拙劣的合成场景更是惹怒了观众 根据媒体报道 Baby片酬高达8000万人民币 让观众认为 片酬和演技严重的不成正比 Baby和朱一龙在《我的真朋友》 有一场出租车后坐的名场面 本来是浪漫的爱情戏 因为Baby诡异的笑容、诡异的眼神 网友换个音乐后发现 瞬间可以变成鬼片 不过还是要平衡报道一下 虽然Baby的演技广受批评 但是她曾经以《寻龙绝》 拿下百花奖最佳女配 算是中国一个颇权威的奖项 2020年演出《摩天大楼》 豆瓣评分也高达8.0 创下难得的家机 Baby饰演的死人中美宝 生动自然意外的受到肯定 或许是这个原因 Baby未来突然有好多戏代播 成员、风起隆兮 爱情应该有的样子等等 明年将会有满满的大宝贝 只是不知道观众是否愿意 再给Baby一次机会呢 总结这10位被认为演技不好的女星 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期待更高型 像是杨幂、唐妍、刘依菲 并非是真的全无演技 只是相对走红程度获得的资源 观众标准更高 第二种是开高走低型 刚出道是受瞩目的新人 后来却一路崩叠 像是吴景岩、郑爽、古丽娜渣 第三种是跨界失败型 像是林志玲、欧阳娜娜 如果要演戏 可能要痛下苦心精进 第四种走错片场型 演出与实力相差太大的 大制作电影失败 反而以网络剧口碑翻盘的景田 最后一种是Angela Baby型 像是Angela Baby 以天生的综艺感演出 带给观众另类冲击 尽管网友们铺天盖地的批评 Baby远不放弃她的演员之路 明年还要带给大家更多作品 看完了这十位演员 观众认为哪一位是你心中 演技最差的女星 哪一位其实还不错呢 今天凤凰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您的留言鼓励对我来说 都是莫大的动力 欢迎订阅凤凰硕频道 了解更多明星和电视剧